凡人因无知而决定改变 却也因为知识产生畏惧 唯恐再次做出错误的选择 陷入先前的困境 不自觉地重蹈覆辙 尤其是在工艺创作的领域 随着学习知识和技巧的过程 自我感受到越来越多的束缚 似乎随着知识的增长 创作上的自由反而受到了限制 理解越深,痛苦越深 知识越扩充,心灵越受折磨 我们的决定常常伴随着无数的可能性 但这些可能性同时也成为了一种枷锁 既赋予了自由,又带来限制 是对未知的勇气和对未来的恐惧的微妙较继织 蔡明汉在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中感到焦虑 并意图透过指剑作品 向观者展现他的这种内心挣扎 无知无量指剑作品的主体 由五双手组成,共十字首长 环绕着核心的相作 手在蔡明汉的心中一直带有一丝神圣的意象 他的自我认同为工艺家 艺术创作者 在此种身份认同下 手代表着无数的可能性 这些手部或抓握 或展现开放的姿态 在结构的重重包围之中 原本因自由飘散流动的香 现在却只能在夹缝中流动 表面上看似自由 但实际上却受到某种规则的约束 手部造型与作为底板的光备造型源头 则参考至佛教中不动明王的意象 不动是指心智坚固 无可撼动 明即为智慧之光明 王是家于世间万物一切现象者 所以尊称为不动明王 而加罗罗严状的光备 是不动明王的最显著特征 象征以大智慧的火焰焚烧一切障碍 而加罗罗或成金翅鸟 在佛教中则被认为是护子佛的天龙八部之一 是力量的象征 因此蔡明翰选择将众手不惠及 包覆舒展的轮廓设计带有一丝羽翼展翅的意象 但下方的影子却呈现出羽翼收束的样貌 以与加罗罗的形象相呼应 无知无量此件作品 意图透过这样的设计 展现受知识力量庇护 却同时感到被束缚混淆 意图在夹缝中追寻自我 充满焦虑的矛盾心境